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邀请之后纷纷就开始改行程 在最后一刻来延长待在北京的时间 现在据报导说大概有几家企业比方 像是辉瑞 联邦快递 他们都赶快临时更改返美的行程 库克 黑石集团 甚至是汇丰银行 也都有受邀将会与会 他们是要把握机会 这一次能够在北京能够见上习近平一面 因为其实本来大家想说 这次的发展论坛 2024中国发展论坛 大家想说会不会有机会 可以跟习近平见上一面呢 后来是由李强出席 但是没想到是在发展论坛的会后 有这样的一个额外的邀请 所以很多的美国的企业 也都非常乐意留下来多谈一谈 另一方面看到今天波音的一个大的消息 就是因为一直在掉零件 一直在出包出状况 所以波音的执行长跟董事长下台一鞠躬 他们就辞职了 现在看起来是要用一种高层大换血的方式 来挽回客户跟投资人的信心 但是现在股价依旧是重挫 那谁会来接任呢 据传是由高通的前总裁 莫伦科夫来接班 以前其实在中国发展论坛里面 波音也都会是坐上宾 但这一次好像波音并没有参与 所以人家想说找他的用意是什么呢 因为他其实在担任高通CEO的时候 就喊出来 不论形势都应该跟中国大陆保持合作 那原本其实波音宣布这个执行长辞职 是在年底的时候辞职 现在才三月份 到年底还有很久的时间 怎么会提前把他们就这样请辞了呢 所以人家解读说波音这样的大动作 可能是要赶紧抢救一下 中国大陆毕竟是他们 接下来最看重的一个市场 那如果信心在持续这样往下滑 再没有改革的话 恐怕这个到时候要救都救不回来 另外我们看一下 中国大陆反制美国的官方 因为比亚迪有一个最新的成绩单出来 在2023年获利暴冲到1320亿元台币 那比起前年大增了80% 而且已经有第700万辆的新能源车 正式下线 也成为全球首家新能源车产量 突破700万辆的车厂 那美国这时候坐不住了 他就开始要指责说 中国大陆破坏市场竞争 所以就要开始用这个补贴法 来伴助中国大陆 那中国大陆就向世贸来提出诉讼 就说这个美国向新能源车行业 提供补贴 那所以这造成了市场上面的 不公平竞争 所以他们现在就告到了 这个世贸组织去 那王毅其实也跟美中关系 全国委员会的负责人见面 就提到了 所以美方错误认知 其实会变成两国相处上面的一个 这个绊脚石 他提到他中美关系最大的贞结 在于美方把中国定位为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 最重大的地缘政治挑战 这种错误的认知 导致两国的关系问题不断 美方领导人所做的承诺 也无法转换为实际的行动 他甚至还跟提出休息抵得陷阱的 这一位这个爱立森 有一个对话 那这个经过中国大陆外交部发布 他就讲到 他说中美的文化是 历史文化是完全不同的国家 中国哲学有和而不同的思维 和美国一些人 这个非黑即白你输我赢的 二元对立思维 是有本质上的不同 因为美国看不得边 别人追上来 他最喜欢 就是你追在我后头 你是第二名 我就要拿你开刀 甚至如果你要超越我的话 我就要伴助你 他说中国人的哲学 并不是这样子的 那再来看一下 博鳌论坛也在登场 对于中国大陆 他除了现在跟美国企业 这个民间的交流不断之外 其实他现在也要 把这个中国大陆 把整个亚洲的经济 一体化 然后保持强劲的势头 那在他们的论坛当中 有旗舰报告 包含了亚洲的经济的一些前景 还有一体化的进程 所以现在估计起来 亚洲的GDP 大概可以增加4.5% 而大陆就是扮演一个 主要的一个引擎 那韩正也提到了 中国现在目前 仍然是全球发展最大的引擎 所以呢 将要推动中国大陆的经济 持续稳健前行 那经济学家 这个其实是我们台湾过去的 这个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的院长 林毅夫啊 他就说呢 其实现在国际贸易啊 已经成了一些国家内部问题的替嘴高扬 这就是美国啊 美国是不是一直想要把这个事情往外抛去 怪罪别人 但是自己的问题却不愿意真正的解决呢 甩锅给中国大陆 首先我们来问一下 介老师 介老师怎么看 这个美气真的是赶紧留下来 为了要跟习近平接上一面 对 因为他们希望在中国大陆的投资中扩充 那你看这里面 不管是黑石集团 汇丰银行他们负责人的话 他们当然是着手 这个中国大陆的金融市场进一步的开放 那这个商机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我觉得随着中国大陆 这个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 事实上资本市场的开放 尤其人民币的流动性的增加 对于中国大陆进一步的经济 整体经济发展非常重要 如果说你的货币的流动性不够强的话 那你永远没有办法跟这种美元 这种完全自由的 流动性完全自由的这种货币 做一种抗衡 那很多时候你的经济发展成果 会因为美元的这个 它的这种操作 就把你的这个经济发展成果 就割韭菜割走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 这个除了实体经济以外 这种服务业的经济开放 是它下一步非常重要的一环 那所以我觉得这一次 这一次为什么像这些 这些大集团都要去开会 而且都有所期待 当然还是中国大陆的市场 还是放眼望去 眼前跟未来最有发展潜力的 最有发展力的一个市场 那么它的成长的空间非常大 那欧美市场基本上都去成熟 它已经发展到一个极限了 那中国大陆的未来性是非常强的 虽然现在是面临一些挑战 可是都是中长期都看好 那这些大企业投资不会朝短线的 那都是看长线的 所以习近平他也知道 就是说中国大陆的经济要进一步发展 是要进一步的开放 而且跟国际的大企业接轨 那么互通有无 去年11月事实上 习近平在旧金山时候 已经跟这些企业界老板 在美国都见过面了 那时候他们要花4万块钱买一张票 跟习近平同桌 这次习近平做东 他们有机会还不赶快留下来 本来他们就抱着期望去的 那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整个美国企业的显现 就破除一大堆就是说 这个畅衰中国经济论的西方的媒体 还有有一些西方政府 不断的就要畅衰中国经济 那么我觉得的话 这些是政治理由 在对经济发展的潜艇 做一种预测 这个不准确 真正这个中国大陆的经济 他要看他有没有潜力 跟未来性的话 跟他最近的未来的发展 还是要看大企业 他们实际在里面 他们在水池里面游泳的 他最知道水温 从这一次这些大企业 蜂涌而至 蜂涌而去北京 在接下来又修改行程 这些领袖 那就看出来 他们对中国大陆的经济 是看好的 好 请教赖老师 大陆的人均所得一直升高 它的市场规模越来越大 非常巨大 然后消费水平 消费能力越来越强 对于高技术价值的 这些商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 所以我们看到 美国过去很高姿态的 很多的企业 现在都开始必须要摆地姿态了 像这次有谈到 联邦快递的CEO 说一定本来他要回美国了 赶快又留下来 原因在哪里 原因就是这些企业 很多老板 过去对中国大陆是不友善的 联邦快递在川普 在打压中国的时候 也就是实施贸易战的时候 他当时对华为的一些文件 是不给你传送的 所以在当时的时候 中国大陆突然间发现 他们的这种航空的快递 基本上是掌握在美国人手中 所以后来大陆就开始发展 他们自己的航空的快递的行业 现在已经可以跟美国联邦快递 来比拼了 美国在中国大陆的 快递的这种市场 一下子萎缩 因为中国大陆已经可以取代 自己的机队也建立起来了 所以我觉得联邦快递 很清楚地知道 他过去配合政府打压中国 他现在必须要想办法讨好中国大陆 不然的话 这么大的一块市场就没了 美光也是 美光当初去煽动 美国的这些议员 国会议员跟美国的白宫 然后对于中国大陆的 半导体的公司做打压 然后做打压以后 你看现在美国刚开始 你看美光说影响不大 然后雷门多说了不起9% 结果是只要你所有美光的产品 都不能就进中国大陆来组装 这个损失就大了 美光的整个股票 然后整个营运晚下降 现在也必须要求饶了 然后要说 我永远遵守中国的法律 然后要进入中国的市场 我觉得波音也是 波音是2022年被制裁的 波音的CEO是被直接点名 跟雷神公司的CEO 是被中国大陆直接点名制裁 现在的新的CEO 他当然因为他还没有被制裁 所以他就 未来他要怎么解决 跟中国被制裁的问题 他事实上要处理 因为你要不就是缴罚款 也就是说 台湾买多少钱的东西 你要缴几倍的罚款 给中国大陆 那也就是说 你非但赚不到钱 你还要赔钱 你才能够 未来才能够继续做 大陆的生意 这也是要看未来 我讲到这里 我的体会就是说 一个国家的越来越强大 力量越来越大的时候 其实它的工具箱 筹码就越来越多 你就会看到原来美国 这些财大气粗的这些CEO 态度都变了 规规矩矩 功功顺顺 因为看好的就是你 这个市场的大肥肉 好 舰长 讲到休息底的陷阱 这也就是这位 Alison这位教授 他研究从古到今 其实也就是说 新兴大国与既有霸权之间的一个斗争 他统计过 一共有16 曾经在这个世界的慢慢的历史里面 曾经发生过16次 但是有12次都是以战争结束 也就是说 新兴大国不断崛起 然后既有强权 他不愿意放弃 他对于这一个地区 或者这个世界的掌握 最后就变成打一场大战 作为结束 如果说既有强权赢了 他就是继续长有这一个权力 如果新兴大国赢了 也就是新兴强权就开始没落 但是中国是这个样子吗 不是 我们刚刚讲到习近平主席 他讲到的特别的重点在于 他对于这个世界要求的 就是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 这三个准则 从来没有想要跟美国 一蹶高下的这一个竞争 但是实际上来讲 中国大陆不断的 他的经济发展 你根本你美国就是追不上的 然后在这一次博鳌论坛里面 讲到亚洲经济一体化这个问题 其实从1990 我们来读这一个亚洲的经济的话 我们就会发现 1990年代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艳行理论 日本就是那个领头的艳子 然后台湾 韩国 其实还有香港 新加坡 其实在那个大艳飞行的 就是人字型的那 后面这个 也就是日本做最尖端的 然后我们刚刚讲到的 无论是台湾 韩国 新加坡 这些都是做后段的 但是自从2000年之后 第一个我们台湾借急用人 接下来之后 整个大陆的能力开始上升 就变成了红色供应链 当红色供应链形成的时候 对不起 中国大陆的势头 是莫之能欲 没有人能够抵抗